《战斗的最后一刻》 最后一次出国,这次访问苏联时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,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 最后一次坐飞机由于各种原因,毛主席在周宗里的安排下于1967年7月乘飞机从武汉前往上海,在刚走下飞机的时候,毛主席高兴地说, 坐飞机不是很快吗?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? 但这却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,最后一次生日宴会1964年12月26日,毛主席破例在自己生日这天宴请在京的国家领导人,科学家和劳动模反,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举办的生日宴会,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, 1971年5月1日,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,与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外国嘉宾, 一起参加庆祝武艺劳动节的大型活动,这是毛主席一生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,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1972年1月7日,毛主席临时决定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, 以至于毛主席是穿着睡衣来到追悼会现场的,这也是建国以来毛主席参加的三场追悼会之一,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,最后一次出旬,最后一次由永1974年10月13日,毛主席前来长沙养病休息,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出旬,11月29日到12月4日养病期间,毛主席在室内游泳池内游了四次游,这是毛主席一生最后一次下水游泳,最后一次和周总理握手1974年5月29日,毛主席在书房最后一次与周总理握手,之后周总理因病入住305医院直至去世, 这两位为中国人民呕心沥血,奋斗一生的伟人再也没有单独见面,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1975年5月,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,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,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,最后一次接见外宾1976年5月27日, 毛主席在游泳池住所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图,当时毛主席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,只能坐着与阿里布图会见,1976年6月初,中央宣布毛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,因此这次会见,成为毛主席最后一会见外宾,最后一次亲笔书写, 1976年6月25日,毛主席与华国锋谈话时,在纸上写道国内问题要注意,这是毛主席生前亲笔写下的最后一句话,最后一封对外电文 1976年7月10日,毛主席和华国锋联合致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,朴成哲,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,签订15周年,这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,向外国发出的电文 最后一次变,更住所1976年7月28日,中国河北省唐山,发生7.8级地震,波及北京,天津并出现多次于震,毛主席所在的游泳池住所,也有明显震感,因此毛主席搬到202号平房居住,直到去世,最后一次圈阅文件 1976年8月18日,经过毛主席圈阅,中央发布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争旧灾的通报,这是毛主席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最后一次索要书籍 1976年8月26日,毛主席索要并阅读了宋朝学者洪迈所著的荣斋随笔,这是毛主席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成本书籍 最后一次阅读文字资料1976年9月7日,已经处在谜留状态,得毛主席一度恢复清醒 在毛主席的强烈要求之下,工作人员帮助毛主席阅读了有关时任日本首相、自民党总裁三密武夫的材料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阅读的文字资料 最后一次看文件1976年9月8日,毛主席在接受、全面抢救、周身插满医疗器械的情况下 通过工作人员的帮助共阅读文件11次,总计2小时50分钟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 1976年9月9日零时时分,毛主席在北京逝世,中年83岁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到下午 到下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